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花莲高辽大桥 因为规模6.8的强震 桥面断裂 而当时有一名73岁的叶姓老妇人 开着货车正要去田里头工作经过 结果整辆车翻覆衰落桥下 整个人都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她非常幸运自行脱困 另外还有一对从新北租机车来玩的夫妻党 也是因为地震衰落了三层楼高的桥下 幸好送医之后伤势也没有答案 高辽大桥经不起规模6.8强震 桥墩严重毁损 原本笔直平坦的桥面如今90度倾斜 断裂成了好几节 一名73岁的叶姓妇人 开着小货车要去田里工作 没想到才开到桥的前段三分之一处时 突然发生大地震 地震越来越大 后来要准备刷车的时候 就刷不住了 车子马上飞到那个旁边了 妇人当场昏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 跟他一起摔落桥下的 还有一对夫妻 原来55岁的楚姓男子和刘姓妻子 两人从新北来玩 骑着租来的机车 经过高辽大桥时 因为地震意外摔落三层楼高的桥下 原本送医的路程只需要十几分钟 却因为桥断了得多绕一个多小时 幸好送医检查后 出现男子脚骨折 太太全身多处擦错伤 上市没有大碍 又进无限 解成今夜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火力量 小火力量 小火力量